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继的离职啊 要不然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配合不上 可是呢 这本书一直放在我书架上 也一直放在我的心中 因为呢 这本书就它的书名 所说的《艺术大师告诉你学校没教的事》 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作品 它呢 是宛如用一个算是老师傅的角度 来告诉这些所谓的艺术工作者的后生晚辈们 必须要注意一些事 从心态 从我们在实务工作上 到各个 我们必须要有的态度 行为等等 所以呢 这本书我自己读完之后 其实是还蛮受感动的 而且呢 它阅读起来蛮轻松 最重要的一点是啊 这位作者布莱克曼 他也是一个 这个在国外很有名的插画家 所以呢 他推出这样的一本小品之作 感觉上是一个小品 但是呢 我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位大师哦 给后生晚辈的寻寻善诱 那这本书呢 其实跟我一起读的 不仅是只有我自己而已 嘉玲也跟我一起读 那我想提到嘉玲这两个字哦 可能很多人 这个已经有一点 对他的声音有点陌生了哦 因为他有一段时间 经常跟我们一起来谈书 中间的这段时间呢 这个因为我们也共同出书等等哦 所以中间休息了一段时间 那现在呢 我们又有这样的缘分 就如同终于又有这个缘分来谈这本书 虽然在2010年就出版了哦 但是呢 总是一个好的缘分 总是一本好的书 所以呢 今天很开心 请到嘉玲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艺术大师告诉你学校没教的事 嘉玲 哈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嘉玲 嘉玲 艺术大师告诉你学校没教的事 这个你要不要也写一本 心理諮商诗告诉你学校没教的事 哇 那真的有蛮多写泪时的 这样子哦 对 这本书你是怎么去理解它的 我觉得 它虽然书名叫做 艺术大师告诉你学校没教的事 可是我蛮希望告诉读者 就是你不要被那个艺术两个字框住了 好像说你在从事或者你主修那种学院派的歌剧 古典乐或者是画画 才会需要知道艺术的一些概念 我自己在读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真的很受感动 那个感动是你看到了一个很有成就的人 透过他的文字 他的文章 然后他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巧思 这个巧思我不想要在这里破梗 你自己去读 你就会看到真实的 一个成功的人 他会经历的过程是什么 比方说他也曾 任何大师都曾经默默无名过嘛 对 那你在默默无名的时候 你怎么被出版社对待 你怎么被 怎么被编辑的 而且在他那个年代 其实插画还是一个比较附属品 他里头书章就有提到说 其实 我觉得那讲起来是有点酸的 他就是说插画 这个名字已经是决定了他的命运 是他是夹在文字中间 是搭乘着让凸显文字的意思 而不是插画是主题 在那个年代的确是 可是我觉得反过来到 现在这个年代 其实这个有点改变了 现在很多时候插画是比较前面 然后文字是没有人要读他的 现在其实艺术形式 算是百家争鸣啦 可能跟媒体也有关系 因为以前的媒体 不管是报纸啊 或者是后来的电视 他都是有一群守门人在 在把持着嘛 所以他们等于某种程度上 就为大众决定了 什么是艺术 什么不是艺术 那其实不仅是插画 连涂鸦 像前一阵子我仿了一本书 叫Banksy War and Peace Banksy的官方 唯一官方授权的这个作品集 他只是一个街头涂鸦而已 而且他还是用板模 用那种模板 用喷漆的 是 对 可是呢 你就会发现 其实现在大家对艺术的 接受的宽广度 是非常的宽广的 不管是任何形式 但也因为这样子 等于就是说 好像这个时代 每一个人都必须是一个文创人 或者你要有文创人的思考 对 所以我觉得 我刚才有一句话没讲的 就是 我觉得任何一个 你有想要创作 不管你创作的类型 是文字 是摄影 是画画 是音乐 我觉得你都可以来读这本书 甚至你的职业叫做设计 设计师 可能是设计房子 设计发型 设计衣服 我觉得那种 你可能是要面对一个空白的状态 然后你最后 无中生有 对 无中生有的过程 你的职业只要跟这个是 沾得上编的 对 哪怕是电脑工程师 对 我觉得都可以在这本书里头 获得到一些 抚慰 对 其实讲到这个 我们说 创作的第一步是什么 这个 可能很多人就是说什么 去发想啊 等等等等 你知道这本书 我真的觉得很棒 就是说 它是用一篇一篇 就是好像是一个师父 书信 书信 然后一个老师父 写给后生晚辈的 这个书信的部分 然后呢 他说 在这本书的24页 25页 他就提到 所谓的创作的第一步是什么呢 不是满脑子都是想法 创作的第一步反而是 你要先能够彻底的放松 他说你会发现 当你彻底放松 也就是自我意识 降到最低的时候 你的创意反而会达到巅峰 然后呢 他就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有人问蜈蚣 你是这个 这个怎么走路的 所以呢 蜈蚣他开始就 他就问蜈蚣说 啊这个 这么多只脚 你到底是怎么走路的啊 然后蜈蚣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突然愣住了 反而不知道怎么走路了 是 所以其实有时候 所谓的创意 创作的发挥 他是必须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嗯 他的开始就是要放松 是 因为有些人一刚开始就太紧张 比如说 我一出手就要留下一个千古名作 是不可能的事吗 你这样讲会让我想到 其实 很多时候我们在看电视 或看电影的时候 你会发现真的很厉害的戏精啊 或者是那种 很厉害的主角 你看演戏就真的好像 他就是那个角色 举重若轻 对 然后你就觉得他演的好自然 他不会刻意 嗯 对 我觉得你刚才这样讲的时候 就 我真的觉得说 的确我们很多时候 要先忘掉自己 嗯 嗯 对 太紧张了 对 反而没办法表现出 最自然 或者最生动的呈现 对 就像很多时候 我在打开麦克风之前 我都会一直在想的是 嗯 那我今天要跟凯宇谈什么呢 这本书要带给大家什么呢 然后满脑子就在想说 啊 那这本书什么概念不能忘 后来就会发现 嗯 每次录完音之后 我都有一点 小小的失望 就觉得 诶我没有讲到 我觉得更好的 可是我后来发现 很多时候是 我放开了 我想要讲的东西 我就是很随意的聊 而且 而且就是 真心的要去分享一些 我觉得很棒的东西 诶我听起来 事后听起来就觉得 诶那段访谈 我是很喜欢的 所以这个创作生涯当中 在 回到创作这个动作当中 最重要的第一步嘛 嗯 对不对 但它里面也提到 创作所谓的创作生涯 是 那很多人都想要就是 能够做自己最爱做的事情 然后以此为业 对 对不对 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 如果我不用去管那些 柴米油盐酱素茶 我就专心画画 那该有多好 是 那这是一个好建议吗 呃 这本书我真的觉得 它当头棒喝 我自己也体验过这个过程 对 我就觉得它真的讲得很好 对 但是这真的你要自己有些体验 它其实 在这本书里头 作者它会建议的是 刚刚踏进这个领域的人 嗯哼 千万不要那么快地 持去你的原有的工作 嗯哼 因为你原有的工作 可以是让你 实践你梦想的一个 呃 安全感 安全感的或者是稳定感 嗯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的确我们在每天的 日常的琐事当中 我们会觉得很烦 然后我们心里 就会开始去想 如果我整天都可以 做这件事情 我一定是可以 把它做得更好 然后我一定能够 发挥了更好的水准 我不用下了班之后 这么累 然后写出这种作品 如果我有更好的时间 它会更棒 嗯哼 其实这是错的 嗯哼 对啊 其实有很多 像我 你刚刚讲的时候 我就想要春上春树 是 春上初树 它的第一本 的成名的作品 他 他那个时候还是 自己经营一个小酒馆 小酒馆的老板 对 他是小酒馆的老板 他只能用打烊 你知道小酒馆 也不可能太早打烊 好像他每天三点 凌晨三点才开始写作 对 然后最后就收完 打烊收好 是 三点好像也只能写个 一个小时 最多 对 对 但是呢 就奠定了他 温学 对 对 所以 其实有时候 反而 我常常觉得 人 在你的生命 受到挤压的时候 往往就是 你的 你的创意和力量 最能够发挥的时候 是 而且我想要提醒的事情是 当你的生活 全部只剩下 你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 原本让你喜欢的部分 他就会被稀释了 然后你要处理的 以前是 你有两份工作的时候 你可能要处理的是 时间 不够的时候 那现在时间不够的时候呢 一定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叫做 如果他现在还没有办法 为你带来稳定的收入的时候 你的焦虑 你在做很多的作品的时候 你会开始去想的是 读者喜不喜欢 观众喜不喜欢 我的 我的fans喜不喜欢 那当这个东西 先摆在前面的时候 我相信任何 你有做过创作的人都知道 你会开始在拉扯 什么是你真的想做 什么是你觉得应该做 或什么是你觉得会卖的 对 然后呢 你本来想象的东西 推出去之后 发现不卖了 那个 那更是一个 另外一个打击 对 所以我觉得 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说 诶我 我就像很多 很多人以为 我有钱了 一定就会快乐 是一样的 其实在创作上也是 当你可以全心去做 这件事情的时候 不代表 你就可以在里头 得到所有的满足感 很多时候会是痛苦的 嗯 那其实谈到这边的话 我想在创 创意工作的痛苦 也不只是在 这个现实生活的挤压啦 有一种更大的折磨 叫做自我挫败嘛 对 对不对 像他在49页里面 讲到一句话 他就说 呃我的垃圾桶里 塞满了错误的开端 和失败的起始 总是要花费一番摸索 正确的道路 才会在画面上浮现 嗯 这个面对失败的部分 呃 嘉玲你有什么 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就你自己读 我自己读吗 我反而是我自己的经验 嗯 就是你 如果你真的要走上创作这条路啊 嗯 你要先接受 你不满意的作品 源于大公寓 你满意的作品会多 非常的多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 也是书中有提到的 嗯 就是有时候我们的自我批判 嗯 过分严厉到一种 其实不尽合理 是 因为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自己当天的状态是好 还是不好 是 可是对于所有的听众 观众 或者是所有的欣赏者来说 他没有你生命当中百分之百的参与跟记忆 嗯 所以他就无从比较所谓的好坏 对 也就是说只要是你愿意去真心淬炼出最好的那个部分 应该说你在那个当下能呈现的极限 那我想其实基本上你的进步和你的 嗯 所谓的完美的演出的定义应该是在 在于此 而不是一种心理绝对空间的绝对完美 我觉得那个是不可得的 那个会把自己逼疯的 是 而且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讲的 其实还是要去掉那个我嘛 嗯 就是你当你把自己放在里头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很多东西就不是一个全貌 是啊 就像我刚才讲你要接受失败的原因是指 不是真的是失败 而是你得去看见你创作这件事情的方法 嗯 有很多种 有一百种 最后你选择了一种 对 把它执行到完 对 对可是其他99种的过程还是需要的 其实你刚才讲到选择一种 这也是 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 这个作者一再提醒这些后生晚辈的 嗯 就是 创作人或创意人哦 为什么能够做创作或创意 就是因为他的想法是跳跃的 他是多元的 嗯 他的感官是开放的 很创意很有 很敏感的 所以因为这样子哦 有时候就没有办法扎根跟专注 是 所以他152页就特别讲了一段话 他说乖乖的留在你最擅长的领域 把自己锻炼得更如火纯青 成为该领域不可或缺的要角 能做到这点就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了 这让我想到 有一本书叫做艺术 义是那个奇怪 奇异的义 嗯 然后数字的书 嗯 艺术就是很奇怪的人 他里头也说 其实你要成为一个领域的佼佼者 嗯 你只要投入一万个小时 对 只要专心投入一万个小时 是 你绝对会是成为那个领域的一个 呃 聚播或者是呃 领导者 是 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就讲 一个小时不多 但你真的投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嗯 他需要很大的坚持哦 还有我觉得在过程当中最主要是自己心魔啦 是 心魔的考验 因为高低起伏哦 是很正常也很自然的 嗯 可是有时候最挫折一个人的不是外在环境的批判 不是其他人的不看好 有时候最挫折人的是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 对 或者是自我怀疑 是 所以呢 谈到这个哦 其实对我跟嘉玲来说 艺术大师告诉你学校没教的事 觉得也是当头伴鹤一季对不对 其实在开录之前我就更开始说 这是给任何在创作 还有创业 创业 就是任何你要无中生有的人都非常适合 你会从里头看到很多很实际的 大师也有也有不顺利的时候 大师也有被退稿的时候 这就是现实 其实讲到这个更好玩 我们在开录的时候 我首先 我们在开录之前 我首先发难问嘉玲 这本书应该怎么录 就他顿了两秒之后 突然很生气的回我 我说干嘛这样子问我 为什么每次都我在想 那我说那你可以反问我怎么录 所以人有时候面对那种 这种未知啊或者是有紧张的状况 我们很容易把情绪这样丢来丢去这样子 对 可是我觉得这本书呢 就像一个长者 一个有过来人 他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可以怎么想 因为毕竟怎么做的部分 就如同他本身是个插画家 怎么画的部分 一定是先从你拿起画笔的那一刻起的 是 可是在那过程当中 有太多太多的是我们脑袋的那个 嗡嗡巨响 或者是南南滴雨 但你怎么去面对它们 怎么样去调整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是 就是这本书我想可以带给大家 很棒的一个启发 所以呢 他读起来真的很轻松 很轻松 对 所以希望你呢 把它当成是你的一个 如果你要走创作创意或设计的话 它可以是你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 轻松 但是深刻的提醒手册 是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咯 谢谢佳玲 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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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